除了娱乐圈中的一些明星是靠青春吃饭,体育界的运动员更加依靠青春吃饭,很多人都趁着自己年轻去努力拼搏,获得耀眼的成绩,才能不辜负自己的辛苦付出,而随着年岁的增长,他们也不得不退出体坛,一切的名誉也会成为锅眼云烟。 体坛中就有这样一些优秀的运动员,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,而他们在退役之后,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,此时他们将主力放在了娱乐圈。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,比如体操冠军刘璇,跳水冠军甜亮,武术冠军无精等等,这些人都在退役之后进军娱乐圈,而且也许得了很大的成功。 体坛也有另外一位美女,不过她是因为父亲破产,不得不进军娱乐圈,重新发展,立谋出路。 当时她才28岁,在父亲的牵线之下,嫁给了一位80岁富翁,不得不说,尽管是父母之命,可是这段婚姻还是让人感到十分惊讶。 这位体操冠军就是何岸儿,他嫁给的80位富翁是来自香港的林建宁,可能很多人还不熟悉林建宁,不过大家应该对她的弟弟耳熟能详,她就是娱乐圈的大咖。 林建宁,林建宁在香港也是很出名的一位娱乐圈大人物,她在出席忽然一周的访问节目,说到自己的情史时,自谱说自己曾经与将近一千名的女子有过关系。 如今自己的哥哥林建宁和哥28岁的体操冠军何岸儿这段也孙恋,更是哄动了整个香港,1988年出生的何岸儿,现在是一名中国香港影视演员,同时也是一名模特,2015年何岸儿离开TVB,而波士早晨,也成了他离开TVB前的最后一部剧集。 同年的5月底,何岸儿与林建宁的娱乐公司正式签约,换句话说,何岸儿成了这位80岁富翁的签约对象,由网友深度剖析之后,得出结论,28岁的何岸儿之所以会嫁给80岁的林建宁,并不仅仅因为父亲的破产,这样一位体操冠军能够成为林建宁娱乐公司的一人, 可以看出两个人在此之前就有过一些交集,后来又在何岸儿父亲何事根的促成之下,这对爷孙恋最终走在了一起,修成正果,很多人都在指责何事根的这种作为,说他耽误了女儿的一生幸福,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待这对爷孙恋的呢? 你觉得,何事根的做法是对是错呢?